中国川藏铁路拉铃段线如今终于通车了 只需一小时就可以直接达到印度边界 对此印度总统莫迪声称 中国修建的这条铁路完全就是在针对印度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修建这条铁路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继青藏线之后 川藏铁路拉铃段也终于通车了 看来又是一条天路 它是川藏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印度看后十分羡慕 不禁感慨中国实在太强大了 能够建设拉铃铁路 充分证明中国的基建实力 并且这条铁路也将让青藏高原的交通变得更加方便 有利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拉铃铁路开工于2014年12月份 于2022年6月份建成通车 在这七年多的时间内 建设团队究竟遇上和客服了多少困难 青藏高原拥有非常秀美的风景 然而很多时候美景意味着地形的险峻 该地区沟壑纵横 地貌非常复杂 要想再次进行铁路的修建工作 免不了逢山开路 雨水架桥 因此拉临铁路的桥碎比高达75% 这两者就是工程当中难度最大的部分 线路前程共有桥梁120一座 其东甚至包括了创下世界纪录的 崖鲁藏部江塔大桥 在目前世界范围内所有类似工程当中 它是海拔最高 跨度最大的铁路钢管混凝土拱桥 施工过程当中 工程师需要克服12级风峡谷区的复杂地形 高原地区巨大的住夜温差带来的设计困难 以及低温缺氧的环境 对工人和工程设备带来的巨大考验 但在精心组织攻坚困难和优化方案之后 改工程最终仍然按其完成 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杂卷 和桥梁相比 拉临铁路一共拥有47座隧道 总长度达到216公里 其中有6座是特长隧道 单个长度就超过10公里 并且难度与桥梁相比似乎更大 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高原专属地质难题 以嘎拉山隧道为例 在长度超过700米的风机沙带当中挖掘隧道 无异于在沙丘当中进行工程建设 随时可能面临导致前工进气的垮塌 但这个难题并没有难度 建设者通过反复试验摸索 最终中国工程师创造了浅出明蛙 秋冬回田 深处悬喷 朝前置物的先进施工方法 穿越了此处隧道 而在桑珠里 工程人员遇上了最高达到89.3度的极高地温 为了在此处进行施工 工程人员创造性地开发出了 耐120度高温爆破材料 并大力推广水压爆破技术 同时利用自动喷零系统和抽风机24小时不间断工作 降低洞内温度 还采用了创新综合降温技术 以及隔热技术 建成了举世罕见的高地温铁路隧道 克服如此恶劣的环境 在高原之上进行铁路修建 不仅需要极其强大的基建技术 更重要的是需要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 只有星系群众的中国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 这也是印度无法打造出和拉铃铁路同等级别工程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还在不断推进川藏铁路的后续路段建设 预计花费十年时间来实现全线通车 一旦川藏铁路修建成功 那么将与青藏线形成一个交通圈 从而极大便利高原地区的出行 拉铃铁路建成了以后 对我们的改善经济 改善民生 发展我们的生产带来很多益处 除此之外 实际上它在国防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也非常重大 除此之外 中国在西藏修建的拉萨制林芝的铁路线 又引起了印度媒体的高度关注 据《环球时报》报道 新开通的拉萨制林芝铁路 首次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联合兵种旅的新兵 运送到海拔4500米的演习场地 这是作为川藏铁路重要组成部分的拉林铁路首次承担军事运输任务 标志着中国军事运输系统的发展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等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新闻 认为这条铁路大大增强了中国在西藏的后勤运输能力 对印度来说是个坏消息 拉林铁路全长435公里 于2022年6月25日刚刚开通 设计时速为160公里 它将从拉萨到林芝的机动时间从5小时缩短到3.5小时左右 届时仅仅需要一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印度边界 面对此种情形 印度总理莫迪直接感叹道中国这是明显的在针对印度 众所周知高原偏远地区的兵力和物资转运 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修建道路 印度一直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修路 以提升他们向边境地带转运兵力和物资的能力 但与他们对面的基建狂魔相比 差距显而易见 然而中国在西南部的川藏铁路拉临段的开通改变了这一局面 这条全长43548公里的电气化铁路成为西藏地区首条 不仅加强了内地进出西藏的能力 也在军事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拉临铁路直达东南部的林芝区域 将运输时间缩短至三小时左右 而林芝地理位置的关键性不容忽视 林芝紧邻印度战据的藏南地区 这使得这条铁路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性 在中印边界地区 每一条道路都引起双方的关注 但铁路的出现改变了军事运输的格局 虽然海运规模庞大 但受到限制 无法直接用于内陆地区 空运速度快但规模有限 且成本高昂 因此 陆运成为大规模军事部署的主要方式 而铁路在陆运中具有巨大优势 能够提供高强度的运输能力和低成本 中国的铁路网络显然超越了印度的公路建设 这为中国在边界地区巨组集结兵力 提供了强大支持 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我军曾经向南推进 占领过现在的印控藏南地区 但是很快救出了回来 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后勤和交通极为困难 能站住但是守不住 印控藏南地区海拔不高 相邻印度平原地区 印军的运输和补给相比 我方要方便得多 而靠近我国西藏一侧的海拔高度急剧升高 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部分 如果我军当时占领印控藏南地区 补给必须从西藏翻山越岭才能送过去 而印军则能够从平原地区一路打过来 考虑到当时我国西藏地区的交通情况 我军很容易被印军以优势兵力包围 因此我们不得不后撤 当然当时得胜之后 没有趋势占领藏南地区 还有政治上的考虑 早期拉萨至林芝只有一条土石公路 就是现在318国道的位置 经常出现他方断路事故 从林芝开车到拉萨需要好几天 根据参加过62年对应反击战的老兵回忆 当时整个西藏只有拉萨有F光机和条件 比较完备的外科手术室 我军的重伤员一般需要在林芝做简单处理后 送往拉萨治疗 由于路途时间过长 颠簸严重 许多伤员在路上牺牲了 318国道修通之后 这样的悲剂就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 很快我国又沿着318国道拉林段 修建了平行的拉林高速公路 汽车能够以大约100公里的时速行驶 拉林铁路修通后 交通的时速提高到了160公里 我军更是如虎添翼 拉林铁路这条线路距离 我军面向藏南的几个军事基地更近 运送兵员和战备物资更加快捷 更重要的是 拉林铁路是正在修建的川藏铁路的一部分 等到川藏铁路竣工的时候 我国就增加了一条内地通往西藏的运输大动脉 而且比青藏县和新藏县距离内地更近 作战兵力和战备物资的前运后送将更加方便快捷 毫不夸张地说 川藏铁路的完工 将和川藏高速公路以及昌都 临支航空通道一起 为我未来收复藏南地区创造了非常有力的条件 怪不得印度媒体如此敏感 我们注意到 印度这几年也在大力修建靠近中印边境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 中印边境地区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勤保障能力竞赛的阶段 作为基建狂魔 我们一定能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赢得这场竞赛 而说到铁路 不知道大家对印度这个国家的铁路修建是什么样的吗 是众多人在以悬挂的方式出现在一节节的列车上 还是这个国家的铁路基础建设本身就很落后 印度虽是我们的邻国 但印度这些年来 却一直有着想超越中国的想法 但现实情况是 印度在个国家在基础设施 人民受教育水平 吸引国外企业能力等方面均和我国有一定差距 但不知谁给印度人的勇气 说印度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也彻底地赶超我国了 甚至其制造业的能力是我国的几倍 不知道印度方面是从哪里得来的数据 能说出这样的话 但现实情况是 印度在个国家在基础设施 人民受教育水平 吸引国外企业能力等方面均和我国有一定差距 但不知谁给印度人的勇气 说印度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也彻底地赶超我国了 甚至其制造业的能力是我国的几倍 不知道印度方面是从哪里得来的数据 能说出这样的话 此外从印度方面来看 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在搞什么 明明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却处处和我国叫板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